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佛丽莎 我是Eaton 现在我们跟节目里面 跟大家讨论很多 关于LGBTQ的问题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 比如说这种事 好像离我们特别遥远 但是根据你 就是过去这一个礼拜的经验 它其实就已经潜伏 在我们非常熟悉的地方 是不是 对 我看到了很多地方 不管是在教会里 还是我女儿的学校 她上一个基督教的幼稚园 然后他们里面 我就发现他们用的东西都是 彩虹旗都是六个颜色的 那有的朋友就会觉得说 这有啥大不了的 是不是 什么彩虹旗到底几个颜色 我觉得其实这个 应该都是一个尝试的问题吧 从小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 说彩虹是七个颜色的 那这些东西 我相信很多的基督教的这些机构 他们不是刻意要去把 骄傲旗充当彩虹旗 可能是print shop 它就是指印那个样子的东西 然后可能是 它这个出版社 它就是指出六个颜色的彩虹旗 大家都知道是为什么 因为他们这些很多公司 就是被compromise 被骄傲的这个文化来去 妥协了 对对对对 那导致现在很多的儿童刊物啊 各方面的都出现这个样子的东西 那很多父母不知道 然后很多父母 你去问很多人说 彩虹有几个颜色 我甚至发现有很多父母都答不出来 答不出来 甚至有的这个学生啊 他这个就是teenager啊 他手机上都放那种彩虹鞋 家长就算看到了 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他们都没觉得说 这个到底有什么问题 就是明目张胆的 在你面前告诉你说 我是LGBTQ啊 家长都没有反应 因为他们不懂 他们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那所以呢 就是我们现在 非常要防范这些东西啊 就是你不懂 不代表别人不懂 现在懂的人可多了 但他们就在你面前 拿这种东西糊弄你啊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说 你到底要如何分辨 这些棋子到底是什么东西 其实我们不太需要 就是知道说每一个种类 它到底代表什么 那种东西不需要啊 就是我们只要知道说 哪一个是真的 其余的那些假的 大概都有什么特征 你知道这个之后 以后你一打眼 你就可以看出来说 这个东西到底有问题 还是没问题啊 那一个呢 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 就是神的这个彩虹鞋啊 神给我们的应许的这个彩虹 它就是七个颜色 正统的彩虹 就是七个颜色 你如果要说代表神的应许 或者是基督教 可以用的这个彩虹鞋 上面就是应该有七个颜色的 包括是儿童读物啊 等等等等也好 只要出来彩虹 它就应该是七个颜色 那除了七个颜色之外的彩虹鞋 都是LGBTQ的这样的棋子 那有的是六个颜色 有的是八个颜色 为啥有的是六色 有的是八色呢 这个六色的彩虹鞋呢 是从七十年代末的时候 开始设计的 那大家都知道 这个原来叫LGBT 后来LGBTQ 后来LGBTQAI PLUS就等等等等 它这个字母变得越来越长 也就是证明它们有更多族群 加进去嘛 那这样更多族群 加进去的话 它们这个藏起也是发展的 颜色越来越多 然后捏造出来很多 不同不同奇奇怪怪的颜色 但是你只要看到说六个颜色 少了一个颜色 这个就是LGBTQ的旗子 八个颜色的也是 那每个颜色呢 在它们那个东西里面 都有代表不同的意义 有的代表是性 有的代表是什么自由 等等等等 它们都给不同的颜色 有个定义 所以呢到现在越加越多 还出来了那种什么浅蓝色的 或者浅粉色的 以及褐色的 那这个就代表什么 男的变性人呢 女的变性人呢 或者是黑人的变性人呢 等等 它们都把这个颜色 加进去好 那这个事情呢 到底是重要的吗 你就会觉得说 你去到一个学校也好 去一个基督教学校也好 或者你看一本书 或者你看到教会里面 刮这种漆 这个你仔细一下 数了一下说 哎这个是六个颜色 那或许这些人 或者是这些老师 他们就是真的不知道 或许是他们知道的 是故意的 那这个咱们就不知道 真正动机到底是什么 但是呢 你说纠结这个事 是重要的吗 或者这个东西 是不是吹毛求疵呢 就想说 哎你是不是找事啊 六个颜色 七个颜色 怎么了 人家根本就不是那个意思 我们去纠正这种事情 或者去发现这种事情 是否是律法主义 或者是吹毛求疵呢 我有遇到两个妈妈 他们觉得这个事情 没什么大不了的 而且认为我大惊小怪 因为他们认识那个老师 那两个老师 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不会传到那样子的讯息 给他们的孩子们 那跟很多的华人父母一样 认为老师怎么可能 害自己的小孩 没错 的确也是这个样子 我的确也认识那两位老师 但是当我指出墙上的彩虹 是六个颜色的时候 那个老师反而是来问我说 那不然是几个颜色 这些是在教导小孩 就是primary color 然后还有什么 第七个颜色是什么 首先讲primary color 这个说法的一定是假的 因为只要读过art school的 就知道primary color只有三个 就是三原色嘛 对对对另外一个是 secondary color 所以说你不要跟我讲说什么 那是primary color 还是什么之类的 然后那个老师还问我说 你知道这个彩虹代表什么吗 就是以前呢 有一个电影叫做 绿野仙中 Wizard of Oz 那个他们在唱那个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什么什么 就是反正就是说 只要有彩虹 就是充满快乐的 无邪的 然后他跟我讲说 如果你觉得不好的话 你可以改掉啊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你要求 我把这个撤下来的话 你要经过主任牧师 这些东西 主任牧师都看过 而且在教会里 不能摆这样的歧视 代表着不包容 Not inclusive 这个样子的想法 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 特别是在主日学里面 我跟他说了 六色彩虹旗的意思 他知道如果是错误的话 就应该马上站在我这个地方 我跟我孩子这边 然后说他们会把 代表骄傲的六色旗撤下来 但是他们没有 反而是找了一堆理由 然后合理化墙上的六色旗 然后那两个大妈跟我说 我大惊小怪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 六色旗是什么样子 那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了 第一个 老师把父母当成好片的 none no call 然后父母没有任何的原则 没有任何底线 只是想要展现自己很包容 很多元 对我来说 我们的确是要教导 小孩六色旗的意思 而且要告诉他们 这是一个属灵的危机 不可以跟世界同流合物 你不教导他们 他们在学校里面 会学到六色彩虹旗 代表什么 然后再回到自己的 主日学教室里面 看到教会里也是六色旗 然后合理化这一切 父母不懂 基督徒不懂 这些更不可以原谅 很多人会说 无法跟自己的小孩传福音 无法跟自己的小孩聊天 原因其实就是因为 你的小孩看不起你 他觉得你懂的东西 比他还要少 甚至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基础 跟文化是怎么运作的 每天就很传统的 住啊住啊 我们要改变时代 我们要改变世界 但是你什么都不懂 对你的小孩来讲 圣经里面的十节 第六条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孝敬父母 在初埃及记 或是尊敬父母 在生命纪第五章的时候 英文是 honor your parents 代表说 parents has to be honorable 父母要值得被尊敬跟孝敬 如果父母没有原则 什么都不懂 对这些文化冲击 完全不在乎 不在意 而且觉得只要祷告就好了 把一切交给神 这就是在把自己 跟孩子的关系 放到烂 一个自杀的行为 上个星期 我们的主日的主题是 雅各 Jacob Jacob是抓的意思 他把神的祝福 父亲的祝福 长子的福分 全部都紧紧抓着 抓着他哥哥以嫂的脚出事 而以嫂则是觉得说 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啊 对不对 用一碗红豆汤 卖掉自己长子的福分 甚至到最后 以撒要死的时候 把祝福给了雅各 七色彩虹 是完美的数字 很多人说 基督徒自己都不知道 OK 圣经根本没有说 彩虹是几个颜色的 但是现在六色彩虹 就是代表骄傲起的意思 七色彩虹 是大洪水之后 神跟诺亚立的约 我们如果不在乎 我们放弃了 这个约就被人夺走了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一定要守护 彩虹的颜色的数字的完美 而且代表着 骄傲的六色 或八色同性恋旗帜 就是在嘲笑我们的神 给我们的约 你看看啊 耶和华 你还记得你立的约吗 你杀不了我 这是你的承诺 我们基督徒 不可以这样堕落下去 我们如果放弃了 跟神立的约 我们的孩子 就会拿着六色彩虹旗 嘲笑着我们 跟我们的神 总而言之就是 父母一定要了解 现在在发生的事情 不要觉得说 这些东西都是无所谓的 就是 这是小孩的自由啊 儿孙自由 儿孙福啊 我们不可以有 这个样子侥幸的想法 然后不可以有 这样子侥幸的心态 特别是在 真理里面的时候 所以说 真的是建议各位 一定要去了解 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对 而且我觉得 尤其是基督徒啊 世界上的人 糊里糊涂也就算了 他们根本不在乎小孩的教育 他们不在乎小孩的心理状态 等等的这些东西 他们都不在乎 可是他们是世界的人啊 他们不知道真理 他们不在乎也就算了 基督徒真的不在乎吗 当你发现这种事情的时候 你真的可以讲说 这个无所谓啊 反正我管我小孩 就彩虹就彩虹啊 爱几个颜色就几个颜色啊 爱怎么样怎么样 管我什么事 我只要好好的是吧 我每天好好祷告就好了 这些事都不用管了 神都会保守看顾他们的 但是说实话 你说你作为父母 是不是的确有这样的责任 基督徒很多的时候 就是我们会 没有办法给别人穿福音 或者很多时尚的灵魂 我们没有办法拯救 就是因为我们太随便了 你不觉得吗 就是在真理上面 实在是太随便了 他就说 哎无所谓啊 死几个人就死几个人吧 他们没得救 我得救了 那神给我的福分啊 堕胎就堕胎啊 对 我可以了解这些 为什么有人需要堕胎 我可以了解为什么 我知道为什么种族歧视 我知道为什么要 你都知道吗 你都知道 你都在被骗吗 不是 我觉得是你知道 或者是你可以了解 可以同情 这都没关系 但是问题是 你知道了这些之后 你要做出什么反应 或者是你真的允许 罪继续存在吗 就像这个你说的 这些老师也好 我觉得很多时候 是他们的态度 就是你被人纠正了 或者是被人指出来 你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这个时候是跟一个 服侍的人的心态 很有关系的 你在教会里面服侍的话 你在儿童主义学服侍的话 你不是只说 你这个棋是同性恋的棋 那老师的反应应该是什么 老师 我不知道 真的吗 你可以问一问 或者你去上网查一下 如果你发现的确是这样 马上撤下来 对吧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反应的态度 你如果真的不知道 没有人会怪你 你只要马上改正就好 然后你要保证说 我永远都不会让这样的东西 出现在我带的班级里面 出现在我带的孩子里面 我的孩子 我会尽量的 告诉他们圣经的真理 一男一女的婚姻 对吧 然后男生跟女生是什么 这种基本的东西 你都要让这些小孩子知道 但是反而 他什么 是不能被纠正的人 那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也发现 基督徒也是什么 很多基督徒都是这个样子 是吧 听不了别人对你的 那个说 你这个地方好像不对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被冒犯了 我怎么不对了 就你对 就开始讲一句 哪怕他就是真的不对 他做错了 他也不愿意这样的去 有一个认罪悔改的一个反省 那很多时候 我们也看到说 在这个世界上呢 有很多很多的人 他们做着自己 以为是很好的好事 或者是他们做着的这些事 很多人就认为说 哎呦 无上大雅呀等等 但是其实这些事情 都是隐患 而且都是来摧毁我们的小孩 除了刚才讲的说 这个骄傲的旗帜 有进入到我们教会的情况 有进入到基督教的学校里面的情况 在上礼拜呢 我们两个去参加了一个校董会 这个校董会呢 也是洛杉矶县里面 有一个城市叫La Merada 那在他们这个地方 有个校董会 是一群基督徒要去抗议 那抗议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说在这个学区啊 有一个高中叫做 John Glenn High School 他们这个学校要开始什么呢 要开始入住一个叫做 Wellbeing Center Wellbeing啥意思 就是你健康嘛 好嘛 就说这个Wellbeing Center 你一听好像是个 什么医疗室或者医疗部之类的 但是他的确是跟医学 这个方面有关 但是他们要做的内容 是激起了民愤 那我们在这儿就看一下说 这个Wellbeing Center 来了之后 他们到底是要干嘛呢 他们会给小孩提供 验孕棒 而且会提供检测 这个性病的感染的 这样的检测的东西 如果要是发现呢 小孩有性病 他们还可以提供 治疗性病的这个药 然后还会给小孩提供 避孕套 还有Plan B Plan B呢 就是一个事后避孕药啊 就不是事前的 是你完事了 事后的一个避孕药 而且呢 他们有专家教育者 可以教授性知识的健康 并且为那些 有性生活的性行为的青少年 提供咨询以及安全套 而且这些工作人员呢 还可以帮助学生啊 与他可信赖的成年人 谈论怀孕的选择 在出现问题 需要医疗护理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帮忙说联系医生啊 或者找附近的诊所呀 或者找一些心理健康的临床医生啊 等等等等的 也就是说这个 其实让那些父母 非常担心的一共有几点 第一个就是 他们告诉小孩说 你在高中的时候 你是可以有性行为的 而且你是 那个允许你可以得性病的 然后你是允许可以你这个怀孕的 而且怀孕了之后 他们这边会出人来 跟这个小孩 就是你一切都不需要家长了 如果小孩怀孕了 你就可以去找这个人 这个人就来跟你谈 然后告诉你说 你具体可以去做一些什么 来帮你出一出主意 等等等等 所以这些东西呢 是对于小孩来讲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当天去的这个视频 那当然了 有正反两方 在以下的视频里面 这个高中的校长 他就是强烈支持 说我们学校一定要开这个诊所 然后还有很多基督徒的家长 就是抱着坚决反对的态度 I'm a high school teacher 我们也认为了解释了 我们也认为了解释了 the parents have the parents and community have made their concerns very loud and clear i believe regarding their disapproval of this facility on the school campus and i urge you to respect the rights of the parents to choose for themselves uh what is right for their own child's well being many parents choose to teach their children uh abstinence until marriage which i teach my children i have children their exact same age a senior in high school a junior i'm sorry a sophomore in high school and also a five and four year old and we teach our kids abstinence until marriage which i believe and this is proven to be the best type of well-being for our children good evening um board of education and everybody here um this message is intended not only for the board of education to know that the glenn community stands in support of the well-being center but it's also for those of you here tonight from outside of the glenn and mlm usd community although our well-being center is not on the agenda tonight for a full presentation um as the principal of john glenn high school and southeast academy i feel compelled to say this if you were truly part of our community you would not be here tonight to speak out you would have been involved since 2019 when this well-being center planning began and every step of the way since you would know that our district leaders are always seeking input from stakeholders and you would have felt safe enough to voice yours then unfortunately those of you speaking about our center are not part of the glenn community and you have been misled to believe that the well-being center at our school is anything more than what we have been communicating and advertising you are being misinformed that the funding and partners include planned parenthood you are being misled into believing that there are going to be services and pipelines to abortions and more you may not be aware that our middl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are already mandated by state and federal laws to be provided sexual health education to all of our students we now have some support to do that further frankly i'm hearing a lot of misinformation about sexual health tonight including the abortion film that i am in further support of the need for parent education component as well that is also provided with our central i'm a grandma who speaks up all the time and when i heard about this where um the last time i came out there was over 300 people here and people speaking up against abortion anything to do with planned parenthood we're going to think abortion so i'm sorry principal but you're wrong these are parents here and grandparents and and uncles and aunts and teachers speaking up i thank you teachers i thank you for speaking up and coming out you have strength you have power and you're brave and i thank you because your job could be put on the line and it's not i serve jesus christ and i'm going to continue to speak up i know understand some of you board members weren't here when it was implemented and i understand that parents weren't involved that's all over the place but the world has woken up parents covid woke up parents the demons woke up parents and we're here now we're speaking up we don't want this for our children i don't want it for my grandchildren i'm battling in wigger i will fight till my last breath speaking up for my grandchildren this is wrong that the school teacher he really said it was very clear um you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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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 after things that you need to be strained and you know i ask okay you know that you they've seen the other day and they've heard one on the abortion about it for me anyway you know you know they've seen the parents they've seen their parents they've seen the rules A拿几个B 然后还有什么东西的 我们不在乎小孩是不是一个好人 是不是一个有责任感 然后呢 爱护自己身体的一个人 例如像说儿童主日学的时候 我们把全部丢给儿童主日学的老师 然后呢 期待说他们会把它好好教 然后出来了之后 到了高中还是主日学 国中也是主日学 到高中毕业 什么都没学到 只说我一直都在待在教会里 然后我现在去大学的时候 我不用去教会了 为什么教会会流失人 为什么年轻人去了大学之后 就不会再回来教会了 其实很简单就是这样子的原因 因为我们没有在乎我们的小孩 主日学老师教什么 我们没有去在乎 我们没有去跟小孩一起去学习 我们甚至不知道 六个颜色的彩虹是什么意思 对就像你刚才讲的 这一点其实很同意 你别管说这个校长 他是不是很邪恶 这个校长他的确很邪恶 年纪轻轻的一个女生 而且他这个当时上场的时候 他一出来轮到他发言了 那上场就这样啊 就跟下面人就这样挥手啊 那这样子他就上去了 他讲的有一点的确没错 而且是我们应该反省的 就是两年前家长都去哪了 那为什么很多家长当天去抗议呢 因为说实话两年前 他们不知道 就是那个时候呢 没有人知道 说有一个这样的诊所 要放到学校里面来 但是如果说你的孩子 就比如说你是上高一也好 高二也好 高三也好 你就在那个学校上 或者是你就在那个校区上 你一定会接到信件的 说我们要弄一个这个东西 在学校里面 人家上面一定会写的 没有人在意 没有人在看 你说实话 就是作为我们来讲了 一个是La Merada 那个地区离我们很远 对不对 第二个是我们也没有 那么大的孩子 在里面上学 那你说像我们 作为一个社区外的人 怎么可能知道 那个地方要开这样的会呢 知道那样的会 一定是你的家长 在这个地方上学呀 你的家长 在这个学区里面呢 家长会收到这样的信件 说我们要放一个 那个有避孕药的 有什么什么的 有什么什么的 这个怀孕的 什么什么 这样的一个安全诊所 在学校里面 那那个时候 请问家长都在干嘛 就是你有在关注 学校的信件吗 然后你有在关注 学校的任何一个通知吗 你有在关注 学区每一次召开的 校董会都在做什么吗 那很明显 就是两年前 没有人关注 没有人在看 没有人在发声 说快 有人要把这样的东西 放在学校里面 我们赶快去 校董会说no 那当时那个时候 校董会就是没人去 那校长就说了 那你没人去吗 没有人持反对意见吗 那通过嘛 就这样通过了 那你说在两年之后 虽然大家义愤填膺 现在大家是知道了 而且当时那天 去的基督徒也非常多 而且还有牧师去 然后大家都发言 都非常棒 但是问题就是 时间已经晚了两年多 人家该放进去 就是放进去了 那那天我们去 抗议的人虽然很多 然后这些 支持堕胎的人 等等的校方什么的 也都听见了 基督徒的声音 但他们不在乎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事敲定了 就是敲定了 两年以前的事了 你现在再来 这个反对 就没啥用了 人家该放就放进去了 所以在这跟 所有的这个 家长朋友来建议 不管你们家的孩子 多大 在哪一个校区上学 好好的去看 学校发来那些信 去查看你的email 看看学校里面 都要干嘛了 去参加校董会的组织 下班了之后 他们我们上次去 那就是在晚上啊 就是让家长 下班的时间 可以去参加 六点半才开始 虽然天已经黑了 然后在那进行了 大概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这样的时间 但是是 不会在你上班的时间 大白天就召开一个 它是完全会符合 家长下班的时间 不要感觉懒惰 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去 而且要完全的关注 你的那个所在的区域 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你那个所在的区域 比如说大家发现说 有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 你没有办法 或者你不知道 怎么能够告诉更多的人 你可以来找我们呢 我们可以来帮你 做一个广播的 这样一个作用 看看是不是能够帮到忙 但是我觉得 你首先要pay attention 就是你要注意到 这个事情要发生 太多的父母忽略这一点 我那天就是 跟那两个妈妈讲完之后 我是心里是气愤的 我是觉得说 我在里面是在保护你的小孩 你竟然不在乎 你自己的小孩 你的小孩 看着六色彩虹席 他现在或许还不会问 他会问的时候 你要怎么回答他们 结果你竟然都不知道 那两个妈妈就在那边 我就是不知道啊 那你为什么跟老师的态度 要这么差吗 你这样就是让那个老师 那个下不了台阶 我告诉你 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侵犯 我们的教会 没有任何这些 觉醒文化的东西 应该要在教会里面出现 我绝对反对 然后如果你不愿意 做正确的事情的话 我愿意去做正确的事情 基督徒要有这个样子的 决心才可以 耶稣有逃离这个样子的 confrontation的时候吗 耶稣没有 耶稣遇到罪的时候 他是直接过去跟他讲话 他是直接过去帮别人赶鬼 要面对死亡的时候 他是带领着所有的人说 我们去耶路撒冷 然后他走在最前面 耶稣是一个征服者 耶稣是一个王 耶稣是有我们非常多需要学习的 基督徒不代表说 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做 然后什么都是 传道桥头自然植啊 把一切交给神啊 这不是基督徒在做的事情 这不是耶稣在做的事情 耶稣是充满着勇气 充满着智慧 充满着爱的 我爱我这个教会 我爱你的小孩 我爱我自己的小孩 我才会去这个地方 要求错误的东西拿下来 正确的东西放上去 不是说我只是要过去跟别人呛下的 所以说父母 你要做到这一点 你若是基督徒的话 你有义务要保护你的教会 你有义务要保护你的孩子 你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是要去指出来 你就是要去把它拿下来 你就是要跟你的主任牧师讲 你就是要跟你的主日学的老师 去抗议 然后把这个东西 看着那个东西拿下来 你不可以沉默 你如果沉默的话 你就是在放弃你自己的福分 有一天神会问你说 这个教会会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是有责任的 你不要认为说 我只要说我不知道啊 这样就没事了 对 而且我们的圣殿 需要是洁净的 就是这种东西不可以在教会里面出现 是绝对不可以的啊 你就觉得说它只是一个画吗 这有必要吗 六个颜色 七个颜色 你再加一个上去不就完了吗 等等等等 那你说十字架这个东西 你可以弄成道的吗 这个到底有关系没关系 所以就是我们真的要接受这样的东西 在教会里面吗 或者我们真的要接受这样的东西 在学校里面的吗 这个都是不行的 很多时候觉得说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行为 但是在小孩的眼里 就是大人没有讲话 这个就是可以的 我们不能够默认 这些行为都是可以的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外面的世界 不管你多么的肮脏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分别为圣 我们跟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的彩虹气 就必须要是七个颜色 除了七个颜色之外 都是不可以的 那包括像这个学校的校董会里面 要这个放这个什么 wellbeing center 我们要默许 说婚前性行为是可以的吗 我们可以跟孩子讲说 你就去吧 反正学校里面对吧 还给你提供那个避孕套啊 让你怀孕了 还有人给你console啊 你得了性病了 人家还给你检测 还给你药啊 我们要默许说 婚前性行为 这种东西是可以的吗 我们愿意说 让这些所谓的专家 还有教授来代替父母 告诉小孩说 你可以上初中 上高中的时候 你就可以有性行为啊 大家都这样嘛 学校也给你提供这样的服务嘛 对不对 你如果要是怀疑自己得性病了 没有关系啊 来这里我们给你免费检查啊 如果你要是真得性病了 没有关系啊 我们给你免费的药嘛 你没有做避孕措施啊 没关系啊 我们可以免费的给你 事后的避孕药嘛 那当天呢 也有一大批的人 是反对基督徒的 基本上人数一半一半 差不多啊 那他们反对的人 也跟你刚才讲的 那两个妈妈一样啊 他们就说 你们基督徒至于吗 反应这么激烈 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啊 不就放一个这个诊所吗 对吧 放轻松啊 啥啥随啊 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啊 你们还 至于一帮人跑到这的抗议 还那么那个群情激昂的 上那去发言 免费给你的医疗服务 给你的小孩 对不对 你还不用担心你的小孩 生理健康 你在乎过你的小孩吗 对不对 我们在乎你的小孩 你好好地去上班 好好付税就好 我在这个地方 你小孩发生什么事 我们给他们医疗 医疗的这个医疗服务 发生了什么病 他你都可以 就是完全的放心 交给我们 你是家长 基督徒 闭嘴吧 你们什么都不懂 你是专家吗 我最记得 那个Gary Cass 在上台上面讲了 他说一个牧师 写给他的信 他就讲说 你要怎么样扩张你的教会 你要怎么样 让你的教会成长 你第一个你就是 什么都不要参与 你只要讲神学就好了 你其他的东西 你就让专家去弄 这个人是这个专家 你就让这个去弄 这个是这个什么东西 专家你就让这个去弄 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OK 教育的专家 就是这样子训练出来的 污染的就是你的儿子 你的女儿 所以呢 我知道你刚才讲 那个是一个教会的consel 那个人是专门 像做公司一样做大呀 教你怎么做大 这个人就是呢 教你怎么把教会给做大 那他是很多那个全美 个个很大 人数很多的 这个教会的这样一个consel 所以他就跟他说 你要是想把教会做大 这些东西你就都别碰 你不是在这些方面 都是专家呀 这些事根本就不用你说 你只要好好教你的圣经就好 别的事情你都闭嘴 这样的话 你教会的人数就会增加 但是我们要的 真的是这样的教会吗 我们宁可 就教会十个人 我们也不要做这样的教会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这些好像在人看来说 根本不值得一提的这种小事 但是其实到最后会酿成大祸 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非常多的例子 今天就跟大家举一个小例子 就是大卫跟巴士巴的故事 那大家也知道到最后这个结果 弄的是多么的坏 是吧 萨姆尔记下十一章在这里写的 说大卫呢 那天睡醒了觉 他就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 然后他就看见了一个妇人 沐浴 洗澡啊 那这个 这个洗澡的这个妇女呢 是容貌甚美 那这个洗澡的妇女就是巴士巴 那巴士巴呢 大家也知道 她是一个有夫之妇 她老公是乌利亚 但是不管她是不是有老公的人 不管她是不是有家庭的人 大卫还是霸占了巴士巴 而且巴士巴怀孕了 那么在这之后呢 因为大卫犯下的这样一个罪 最后导致他失去了四个儿子 而且还差一点葬送了国家 这一切的糟糕的后果 都是因为他看到巴士巴那一眼之后 他选择的一个行为去做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开端 但是到最后酿成了一个大祸 我觉得圣经里面有各式各样 这个样子的例子 永远都只是一开始的一小点而已 在教会里面看到六色彩虹期 也是这个样子 他们有一天就会合理化这个东西 你现在已经在网路上 可以看到很多的文章了 基督徒什么都不懂 圣经根本就没有说 彩虹有几个颜色 全部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他意思就是讲说 圣经里面的彩虹 其实就是同性年的六色期 所以说 已经有这个样子的东西出现了 当你遇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 当你的小孩有一天跑过来跟你说 妈妈你怎么什么都不懂 我相信每一个父母 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 都有经过这个样子的事情 我们都有觉得说 爸爸妈妈怎么好像什么都不懂了 好像学校教给我的东西比较活用 我们的小孩就会被一群 不在乎他们人生的人污染 然后攻击 最后变成他们的奴隶 变成性的奴隶 变成毒品的奴隶 变成同性恋这样子的 被捆绑这样的东西 那我们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基督徒如果看到这样的事情 任何的symbol 我们要去找这些symbol是什么 我们看到每一个彩虹 就去数一下 OK 我帮我女儿买睡袋的时候 在那个 brochure上面 我就想一二三四五六七 OK这个睡袋可以买 所以说当父母一定要这样做 你不要认为理所当然的 小孩不会分辨 而且小孩就算有一天会分辨 你如果没有先把正确价值观交给他们的话 他们会选择错的这个方向的几率 是比选择正确的方向几率高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因为人就是天生有罪的 对所以不能让罪扩大 就像圣经里面也提到很多 就是叫的这个东西 一点点就可以发很多 大家在家里都做过馒头吧 花卷这种发面的东西 那个酵母只要放进去一点 本来一个小面团就可以发发发 发很大 所以这个叫的东西就是罪嘛 那它就可以发很大 所以你说当有一点点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要把它剔出去 而且马上就要把它指出来 不要因为说 那个哎呀 我是不是讲了之后得罪人呢 是不是人的面子呀 或者别人不理解 为什么没有什么那个可不理解的 你就是按照圣经的真理的方式来 你还要在乎什么 别人说什么话 他能取决你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吗 不能 能够做这一切决定的就只有神 如果你要是在意各种人的眼光 甚至这些人根本就不能决定 你未来去哪里 你根本就不需要在乎 所以我们要洁净圣殿 那这个圣殿不仅仅是说 我们的教会 我们这个居住的场所 我们聚会的场所 还有我们每个人的身体 都是神的圣殿嘛 圣经里面说 你们来到主面前 也就像活时 被建造成为灵工 做圣洁的祭司 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 所悦纳的灵迹 所以我们是圣洁的祭司 加油 看到不义的事情 一定要指出来 这个是在末后的时候 你要做先锋的教会 要做圣洁的教会 还有圣洁的媳妇 必须必须必须 要做到的一点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 那个Gary Cass那一集 我记得他说的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在《骑士路》20章 那个地方 有一个list的人 要被丢到火壶里面 他们最先丢进去的 不是杀人犯 不是强奸犯 不是什么偷窃的 不是什么强盗的 而是cowards 是懦夫 是懦弱的 那说到这儿呢 也想要再提醒 各位这个教目统工领袖 一定要去检查 在教会里的人 因为很多的时候 这些服侍的人 这个现在 尤其在现在这个时候 儿童的主日学 青少年主日学老师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很多时候 这些人是从外面雇来的 不是教会里的人在教 那从外面雇来的这些人 你要去看 他们是否认同 一男一女的婚姻 你看就是这种东西 到现在都变成一个 这个衡量都标准了 对吧 但是这些问题 你不能不问 因为不问的话 你会很有可能 把这些心怀歹意的人 给招到教会里面来 你不要看他外表 看起来有多么的敬虔 你不要看他是不是 穿西装打领带 然后人看起来多么正经 但是你永远不知道说 他脑子里 还有他心里 想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要看他说 他在多少个教会服侍过 有多少年的经验 这种基本的问题 一定要问 哪怕是现在 你们教会里有这些的 不管是儿童主日学的 青少年主日学的 在各个岗位上 这样服侍的同工 一定要召集起来开会 最起码这些服侍的人 他们最最起码的标准 就是一定要在 一男一女的婚姻上面 还有这个性别的 这个方面 一定要搞清楚 就是觉醒文化那种 LGBQ那种东西 绝对不可能 带到教会里面来 那这样就并不代表说 我们不接纳 同性恋或者变性人 来到我们的教会 这是两回事 就是我们接纳他们 并且我们要通过 神使用我们 将他们的生命翻转 将他们的罪给出去 这个是我们要做的 而且我们欢迎这样的人 来到教会里面 但是如果现在 在教会里面服侍的 这些同工们 一定一定要跟他们开会 一定一定要去查验 而且要看他们个人的生活 很多时候 他们的个人生活 你在Facebook上面 是可以看出来的 很多人有同性的伴侣 在教会里面 也是有这样的情况 这是不能否认的 这些事情都要去查验 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 收看今天的这一期节目 你看完这期节目之后 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或者你有没有发现过 你从哪看到有一些彩虹 好像怪怪的 好像那个条数比较少 好像不是七条 反正是六条 或者八条 或者更多 如果说你要是没注意过 你有没有记得说 你到底在哪里看到彩虹 看到之后 记得马上要去数一数 看完了有什么想法 或者是你有碰到 什么类似的事情吗 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那非常感谢大家 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莉莎 我是伊藤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拜拜